可以用開語嗎 我是可以 我是沒差啊 我也沒差啊 嘿 大家好 我是 欸 徐 徐衛寧 我可以放過我嗎 我講男子 可以用開語嗎 我是可以 我是沒差啊 我也沒差啊 大家好 我的東南寧亂 原來是電影裡面主要主演的叫做阿姓 她是一個小小的年輕人 她這個年輕人看起來很壞 但是心想很軟 就是人欠小人家有什麼困難的 她都會多減嘛 說小小是小啦 不然就是三米蘇這樣一丁兩丁這樣放回去 看起來很壞 入席 戰鬥的廣播 看起來很壞的人心想很軟 越來越好看就對了 一到就對了 下雨後就是 很多那種要六十個小的保守 開始一個兩個三個一丁這樣 打到出來 後面來看這個 肯定的這個 年輕人感冒 真的留到這麼漂亮的小小的小的 請你來電影去看電影 謝謝 嘿 大家好 我是 徐 徐衛寧 我也沒差啊 我…我在那裡 當女生的亂來是… 徐術家 徐術家 吳浩婷 她是一個… 民主党的女生 欠人很多錢 我可以放過我嗎 我講得… 天啊 我好熱啊 嗨 聽到你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徐衛寧 就我剛剛有介紹了 我是在當男人戀愛時 裡面飾演的是吳浩婷這個角色 因為她爸爸的關係 所以為了幫爸爸還債 然後再加上爸爸住院的 一要非要付 她是一個一路走來都是自己 獨立然後去面對很多 生活大大小小事情的人 那一直遇到了阿成 出現了一個就很煩 然後她無所不用其極地想盡辦法 要強闖入她的世界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讓浩婷有了一個依靠 可以好好被照顧的感覺 好暢快喔 啊 真的 這塊錢 我一定要拿回來 我叫你啦 我這個要的錢喔 是不是有人家整桌的啦 小孩要開桌 拿去買飲用的 是的 我的老婆不是你知道嗎 你說啊 她一直找你講話 對 而且還抽很多號碼拍 是 105號 玉米虛的那個頭 就是燙下去可能就沒有退路 因為你燙下去如果不行的話 你要洗直 然後等到電影開拍 那個頭髮可能就不是那個樣子了 所以這其實是有一點點小賭注 那我們先用玉米虛大概燙了 燙完之後 導演覺得那個電棒夾 導演覺得那個形式是可塑的 所以就直接去 我記得那天燙了6個 5個多鐘頭 完了之後烘 烘完之後藥水再加 然後再烘 就是要燙到它壞掉 原來是燙壞掉 你本來的頭髮 我自己的頭髮 所以那個藥水是吹到緊繃的效果 就是它整個毛掉了 那天跟導演碰面的時候 我也是穿木雞去 他就覺得這個人怎麼可以 這麼chill 坐在路邊然後穿木雞 喜歡木雞是因為那個 那個腳踩在木頭上面很舒服 你如果穿木雞的話 你就是到哪裡都有木頭地板的感覺 他在現場推薦大家就是試穿一下他的木雞 真的感覺不錯 當時在設定的時候 導演是要求 我要絕對驗世 尤其是 尤其是第一眼在醫院看到阿成的時候 他希望那個一打開那一瞬間是 天啊他超生無可戀的 驗世到一個就是他已經沒有靈魂 那導演 為了這個他其實雕了很多次 包括我們前面在 就是在排練的時候 然後連我們兩個人走路的步伐 浩婷跟阿成的步伐 導演都會給一些情緒 然後讓我們兩個人在那個空間裡面走路 我自己很喜歡那個 走路的感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